這一題它說,如這個圖所示 重量100公斤的這個金屬錢 W等於100公斤 100公斤重 那半徑是100公分 這個半徑是等於100公分 那浴史期滾上高度,高度40公分的階梯 則施以輪圓所需的最小垂直力 就是你施垂直力的話,最少應該多少 我們曉得說,你這個 就是以這個鋼支點 你要抵抗這個重力局 重力局讓它滾上去 那現在的話,它是規定說垂直力 所以你要找一個什麼 利弊最長的 利弊最長的話,那麼施力就會最小 好,那垂直力的話 垂直方向這個方向 那作用線這個方向 作用線的話,什麼時候離這個支點最遠 就在這裡的時候 當作用線的話 當作用線的話 鉛子切魚這個球的時候 這個時候力弊最短 這一點到達這個鉛子 那個鉛純線的距離最長 這個時候的話,力量的話呢,最小 這一點到達這個作用線的距離呢,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這一段的距離 加什麼 加這個半徑R 因為這個半徑的話,跟切線是不一樣垂直 而這R的話呢,是等於多少 100公分呢 這一段多少呢 這個40嘛 這是半徑100 100-40,所以這是60 60 這100,所以這應該是80 所以最長的利弊是多少 最長的利弊是180 80公分嘛 利矩的話就是F 乘以180 要什麼呢 要跟那個重利矩底下 重利矩的話F是100公斤嘛 乘以那個利幣,重利幣是80 那這樣F就算出來了 F就算出來了 這去掉一個0 那約掉 298 24的8 就九分之四百 公斤重